今天參理長大聲說 我們要來介紹中華市概修理 做事用心 互不打心 這句話就是概修理長副美鄉的現實 我們來看看副理長是如何讓這個概修理 變成一個人人學樂的幸福社區 既然怕你做理長 你就是你能盡你的力量 你能做你就做 其實我的作用名就是 做事用心 服務貼心 我的作用名都是這樣子寫 我從開始我在選理長 我就能削這兩句名言這樣 做事用心 互不打心 是副理長經常贏我在水邊的一部位 為了要讓介紹你更好 副理長頭一次選到理長 就來丟做副理長 我是覺得說有必要成立一個社區 因為你社區你要辦活動 說實在比較現實一點 你才有經費去申請 所以說我才會想說把它成立一個社區 成立社區有一個經費 我們也要找一個人 大家共同相輔相成 你這樣子你一個社區成立之後 對我說實在對我也有幫助 因為本身我如果再幫忙 幫忙我們社區這樣子 一個理事長一個理長 這樣共同來成立 來做一個社區 我相信選民 那個理民是有福利的 你剛才說要把事情做好 只有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 有社區跟順手 對上組織 所以共同打拼 才能讓你變得更好 任何一個事情 最主要我們的設計都很融洽 我經常說我們之前社區 有個就是理事長 巡守隊隊長跟理長 我們是三巨頭 我經常說我們三巨頭 結合在一起就是如虎天意 我經常說這句話 來到介紹理民的信用重心 理長說 土地公廟的盤村的過程 算是相當的理解 很多理民的反應說 你這順水樓 你這樣 都在形容 我們理念都行不中 都沒有 結果到了 就一個負責管理委員成立之後 我們不知道 感到說 看一看結果不錯 土地公廟順利盤村 也提供理民休閒的地方 我們前立長 也更努力 要把社區外棟中心 前前的營地空間再有用 他這個就是 警察局的 但是他去年 我就一直跟他爭取 因為他這個已經 警察局宿舍有很多就是荒廢的 我就盡量爭取 說好能不能我們來認養 那就好不容易 透過白衣儒議員 以一港五道爭取 所以我們這個警察局 就已經給我們要認養了 個性無人所謂理聽也說 每一項事情 沒辦法讓大家願意 那些黨在到台東索利民的人黨 就可以 就是你很容易去得罪人家 可是你要去想看看 你得罪的人 你看要比例 占多少 人家認同的有多少 你得罪的有多少 你要去看看 看這種角度 但是一般 我是跟他說 會比較不認同的人 應該是少部分而已 所以你做一件事情 你要去想說 大家的支持度是 看法是好以外 結果大家覺得說 你今天做到前後 如果我們都認同 這樣我們就 我們就往前衝了 我就個性就會往前衝了 可是 覺得人家覺得不好的話 我們就要求了 所以要先去了解 帶你上京都 我們前幾十多年來 都有幾年來相助 精緻的工作 也不是靠自己一個人的力量 就可以 一樣 也是那句話 做出用心 保護大心 我剛好有很多幕後都在幫我的 因為 我在做每一件事情 一定有他們的支持 跟他們的協助 我才有辦法去順利完成 所以說我都一直 我認為我都還蠻幸運的 都有這些人在旁邊 默默的支持我 跟協助我 高中央新聞電視 亮中華 彩虹博德